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看推特上面有观众跟我讲 说大臣啊,赶快讲东利亚那个事情了 我当时一愣 我说东利亚是谁啊 不知道 毕竟我离开中国也几年了 然后我以为这个事情就是个小事 结果我看到自由亚洲竟然报道了 自由亚洲 这么大媒体啊 这么大媒体都报道了 那我就不得不说了 我了解了一下大概情况 东利亚与中宣部部长 副部长啊 盛海雄再婚 然后一群韭菜 一群中国了啊 就开始哎呀 咋了啊 又是全社交易啊 东利亚又是把谁的谁给拾了 哎呀 仇啊 就真的是 我我就没法告诉你真相 在一个独裁国家 金钱和性资源是由上层控制的 你就跟那邓小平 温家宝 胡锦涛 最著名的江泽民 那文共团那不就是他的后宫啊 你包括朝鲜呢都有欢乐主 这还用关吗 那领导都是这样的 那总书记都这样的 那什么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电视台台长 那不得好好学习啊 向领导学习啊 呃 你老公不要了 你绿的直接离婚了 呃 跟这些当官的婚了 哎呀 你真的是不要你 你就是因为你是不是出轨了 上了 这个中央电视台台长的床 所以你才能组织春晚啊什么 我说这些韭菜啊 你说东利亚他不跟着当官的睡 他跟你睡啊 嗯 你把我这句话好好理解一下 这东一啊 他不跟当官的睡 他要是能跟习近平睡 他也就跟习近平睡了 他能接触到的最高官员 也就是中宣部副部长啊 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你韭菜还听这个还天天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按道理讲 过去也就过去了 没想到东利亚还认真了 东利亚竟然报警了 说呢 呃 网友诽谤他们 传播不实消息 就是网友啊 然后警察竟然也立案了 哎呦 就开始感觉 这又要文革了 这东利亚 我说你这人 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你把你以为你是毛泽东老婆 江青 我的天 老百姓在网上随便留言几句话 你还报警 那真的是 这就是什么呢 这叫东利亚他不懂 他以为他自己傍上一大官 哎我就报警了 什么 你就说说这些明星脑背后都是有后台的嘛 你没个后台你敢报警的 听你说话 没有后台 陈龙背后没后台啊 李嘉诚背后没后台啊 你没后台你怎么到弄啊 你包括台湾 呃 呃郭董 傅斯康 他是叫 郭董吧 不知道全民不好意思啊 他没在中国高层没有后台 他在傅斯康能开变全中国啊 你就用脚趾头想一想 对不对 都是中国人 不不这句话说错了 台湾许多包括就生气了 不是中国人吗 我是说都是了解共产主义的 包括都是了解独裁的 包括台湾啊 台湾你就算没经过共产主义独裁 你有没有经历经历过威权时代 你说老奖小奖那个时代 你想发财 你跟当官的不搞好关系 你你能发财啊 你能你能搞到 这项目你能拿下 你看共共民党的高官 贪污腐败 就是在在台湾啊 老奖小奖 哪个高官找的老婆不是漂亮的 全把漂亮的找 你再看 不是说不是说国民党共产党这个屌呀 拉美那些半独裁国家 军式独裁国家 你看看 中东 你看看 当官了 有钱了 有钱当官了 那三七十七 什么艺人啊 老奖该保养包养了 该税就税了 我就这么说 台湾的明星到中国大陆赚钱了 台湾的记住了 台湾的明星到中国赚钱了 男的必须跪下 男女都要写保证书 我是中国人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产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女的还有敌要关 肯定就税 男的要跪下来 女的就要躺下 所以台湾包括凌子凌什么的 肯定被多少人睡过了 想都不用想 包括从以前在重庆成都那边有一个地头蛇 叫刘汉吧 还什么 被枪毙的 他就供出来 他睡了多少个明星嘛 还有重庆市公安局 以前那是局长 哪个明星到他那 只要一开演唱会 他都要睡 不管你是中港台的 不管你哪 对不对 他那国外的来开演唱会的 他也不要睡了 关键美国的内地嘎嘎也不去 那那个重庆的那鬼地方 看不上 就经常有人说 哎呀 怎么美国明星 好莱坞 哪里嘎嘎 或者火星哥 不到中国开演唱会 到你那开干嘛 调党吃 你想想 去你那有意思吗 要去也去什么 韩国台湾新加坡 韩国啊 那东京 就亚洲吧 你认为美国那美国那些 一流的明星 去印度开演唱会合适吗 你说 你唱给那帮人听 你认为 哎呀 这不合适啊 那拼什么唱给你 在中国听就合适了 那么第三世界你听 连都不想去 别整了 我就这么跟你讲 你不要说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哪 大部分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哪 我在洛杉矶 我问了美国人 我曾经问过 我说中国的首都 你知道 知不知道怎么在哪 几个人回答跟我讲是 Hong Kong 你要知道北京上海 我在美国见过 北京上海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台湾就根本听到北京都过 我这个在洛杉矶这边打工啊 我这还是洛杉矶啊 他可是大量移民 大量的亚洲移民 拉美移民了 我跟他们讲 不知道 北京上海是 什么 Hong Kong 听说了 Hong Kong 确实 确实这个 剩下的就Tokyo 新加坡 新加坡 美国许多人认为 新加坡是中国的一个城 我到C1NE1买东西 比如说买了一个东西 上面不是说产地吗 没点什么Kreer 什么SourceKreer 什么的 我当时就说了一下 SourceKreer 我感觉很惊讶 在C1NE1 我问了个店员 我大概一直就问他 SourceKreer 然后呢 他听懂我那个语调了 然后他立马就说 可能是一个正的名字 SourceKreer SourceKreer 大概就是一个小镇的名字 美国这边许多人认为 SourceKreer 是美国一个小镇 因为美国的大马路 它的街道 经常是有什么Source North 就经常 然后后面接一个什么街 什么镇 什么街 就这种 你不了解 你包括东西亚 这是谁呀 搞不懂 这 涨了一副好皮囊 人家已经得心愿以偿了 东西亚人家已经是 改变了阶级身份了 从韭菜 成为了一个统治阶级的一个 叫什么内部的一个 小跟班 因为中宣部部长 这权力也不是 不是很大 当时的话 他已经比县委书记厉害了 这是肯定的 你要是说 嫁给县委书记 那在中国你已经属于 加入了中国权力机构的最底层了 县委书记 你已经入了这个体制了 成为统治阶级一部分了 人家现在的话 东西亚都属于年刀 你跟你这边韭菜 搞不搞 好吧 我就吃这么多了 拜拜